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频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条影片是介绍日本在江湖时代的画作呢? 今天我们会介绍明治时期的新日本画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看得出日本画家是如何吸纳西方元素的同时保留着日本文化 首先要厘清日本画这个概念 日本画是明治时期才出现和使用的新概念 在明治为生的全面西化政策之下 不少的日本画家都去了法国、德国等的西方国家学习油画 回到日本之后也都为日本带来不少的西洋画 而日本的美术学校也都开始传授西洋的绘画技巧 令到大量的西方油画在日本出现 所以当时日本国内就不单止有自己的国画 还有很多从西方传入的画作 为了将国内不同的绘画流派分门别类 以区分西洋画和国画 日本才开始使用日本画这个概念 而今天要讨论的新日本画 就是日本传统画在面对涌现的西方画的时候 所作出的一个改变 传统派的画家为了适应这种西方画趋势 开始吸收西方艺术 同时保留着日本的文化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创造了新日本画 听起来很复杂 就让我举例说明 就以环山大观的屋原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环山大观是以文人为画作的主题 和以往文人画的主题相同 可以看到其实它还保留着日本画的文化 在保留日本的传统文化的同时 环山大观也都吸纳了西洋画里面 立体构图的特色 它用了光暗的对比去特显屋原飘逸的新枝 而图中黄色的圈是明 绿色的圈是暗 可以看得出环山大观 在学習西方的绘画方式的同时 都保存了日本的文化 而除了环山大观之外 还有竹内西洋 都是很著名的新日本画画家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 就记得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去获得更加多的资讯 而我们teaser的答案就是 oilpainting油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对呢? 不如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